好继续我们的节目 我和养蜂学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所有的养蜂人都比较长寿 和同龄人相比呢 蜂农们的身体也是更加健康 专家说呀 这是因为他们能经常吃到蜂蜜产品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能够经常得到蜂蜜的刺吻 这刺吻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蜂疗保健的 这只被叶子夹住的蜂蜂 将自己的蜂针狠狠地刺入了接触到的皮肤里 而后在挣扎中死去 这是在蜂疗医院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幕 蜂蜂在遭遇到外界危险信号后 就会本能地使出自己的武器来防卫进攻 武器就是这纬度有毒的蜂针 但蜂蜂自我防卫的代价是巨大的 这平生第一次的防卫将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因为蜂蜂的蜂针和它的内脏是紧紧相连的 失去蜂针后的蜂蜂也就失去了内脏 生命自然也就画上了句号 但离开蜜蜂体内的蜂针 却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 蜂针顶部的毒囊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收缩 凭借这股强劲的收缩力 蜂毒就会沿着毒囊下面的空心管 源源不断地向下疏导 蜂疗 正是人们利用了蜜蜂的这一特性获得了最新鲜的蜂毒 利用蜂毒攻毒的原理给患者治病 自从人们发现了蜜蜂的武器可以给人治病的那天起 在世界各地 各国专家学者都没有停止过对蜂疗的积极探索 房祝教授作为我国现代蜂疗学科的带头人 从1956年起就开始从事蜂疗的研究 蜂疗在五国民间流传已久 这是在五国千百年来民间用蜂疗治病的经验的基础上面发展起来的 目前来讲连在中国作为中国依旧社的一个部分 也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教码 早在我国东周时期 人们就掌握了蜂疗攻毒的原理 开始用蜂疗治病 就像经营小说《神雕侠侣》中描述的一样 老顽童中了毒蜘蛛的毒 被小龙鱼引来的蜜蜂遮了之后 竟然神奇地解了毒 以往人们只将蜂疗理解成民间的土办法 或者是蜂疗攻毒的怪异风法 但蜜蜂疗能治病 是有着科学根据的 蜂疗它是一种含有多态和灰脱态的一个混合物 因为它里面不是由单狱的成分走成的 它是由一些小分子或者中小分子的多态物质走成的 那么蜂疗在它的医学史上 应该是说是一个抗炎抗病的反应抗病毒的一个有效的药物 为把乙毒攻毒的理论利用得更加完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房柱教授提出了按中医传统经络血尾 实施蜂疗或注射蜂针液的治疗方法 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蜂疗也有了中医正规治疗程序 通常做这个蜂疹治疗 先要经过刺症 检测它是否过敏 蜂疗是利用蜂毒治病 蜂毒也是毒 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人体蜂毒过敏 严重者可能会中毒性休克 所以准备接受蜂疗治疗的人 治疗前一定要先进行皮试 即使适合接受蜂疗的人群 用蜂量也要遵循有少到多的原则 每天从一个蜂 两个蜂 三五个蜂 做了增加 增加到每次四个蜂 二十个蜂 来自三十个蜂 通常这个一个疗程呢 用蜂疗呢 大概就是三百到五百个蜂 初次接受蜂疗的人 治疗后会有发烧现象 就是蜂毒 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后 人体免疫力在起作用的正常反应 蜂疗后 皮肤会有红肿和痒痛感 所以蜂疗每次实施的血位都有所不同 轮流这次 以防皮肤溃烂 毕竟这小蜜蜂的武器 蜂针 威力还是不可小视的 我们是采用蜜蜂的蜂 因为它的构线比较大 蜂疗器官比较发达 蜂蜂的含量比较高 并以我们采用不同的正式手法 并且也是我们蜂蜂所逻辑采用的 主要的品种 所以取材也很方便 蜂唯一所用 是养蜂叶的另一重要用途 这些外国移民 意大利蜂是经专家们的认可 成为蜜蜂大夫的 正常情况下 他们的寿命为30天左右 由于蜂疗的意大利蜂 最好是18天左右的成免蜂 因为这时 他们活力最旺盛 蜂针的毒性也最强 每颗蜂针 含有蜂毒0.3毫克 500只意大利蜂蜂毒 一次性进入人体 就可以令人致死 随着科研人员 对蜂疗的不断探索 当今蜂疗又有了新的发现 从蜂疗来讲 有关的蜂餐品 像这个亡浆 花粉 蜂胶 具有一致 这个癌细胞的功效 同时呢 又能够增强积极的防卫力量 这一点呢 在国内外众多理学者的声音中 已经得到证实 并且在